台積電召開法術會 第三季獲利是1010億元 即增51% 年增13% EPS達到3.9元 雙雙創下單記新稿 連蔬果慢速錄影都變得美感 蘋果升級三鏡頭很有感 這也待望台積電第三季獲利千億 即增51% EPS3.9元 統統超乎預期 17日法術會還持續端出亮點 7奈米製程大爆發 貢獻27%銷售額 台積電啟動擴產 大幅調高全年資本支出 40%來到150億美元 好消息還沒完 第四季展望也很狂 目標毛利率重回50% 全年營收1.06兆元 超過去年的1.03兆 續創新高 5G手機 需要TSMC的領域技術 繼續增加我們的貨幣 到市股價在300元前靜觀勤怯 17日下跌3元 收在293.5元 我們在領域技術的時候 通常的市佔率都是 前一兩年幾乎都是百分之百 我們對股價沒有評論 那有信心 也真是股價旺是非多 立委質疑國發基金想趁高檔脫手 看來台積電營收屢創新高 牽動的不只產業經濟 還有國家層級 東森 財經新聞 六七六子騰台北採訪報導 九十八 感谢观看